大家好,我是鄭欣怡 很開心今天是第一次在L的Facebook page開Live的 歡迎你們收看,我們即將開始 由L Mystery Box裡面去回答問題 第一個問題會是什麼呢? 這麼大張 最喜愛的食物類型是甜品、榨物、粉麵、零食或其他 粉麵 不用想,我剛才一看到他就知道一定是他 我不單是喜歡吃粉麵,我最喜歡吃湯麵 我可以一天三餐都可以吃湯麵 早餐不可以,早餐正常一點會好一點 但總之是湯麵,我每次都可以吃湯麵 Next 用這隻手抽一下 女神,稱號越來越 我不懂看 泛男 泛男 你覺得做女神有何標準呢? 其實我覺得女神有什麼標準呢? 其實好像我的新歌裡面說的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 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都好 我們天生本身已經是一個女神或男神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我們獨有的光彩 我們要不要給社會的標籤或者 標準或者 眼光去令我們失去這種自信 因為當我們失去了這種自信的時候 我們這種光彩就會沒有了 今集是很棒的 好 好 下一條問題 我會不會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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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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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與一位圈中朋友流落荒島 你最希望對方是誰 不用問了,一定是許廷康 因為我圈中沒有什麼朋友 其實 其實 和他一起玩是很開心的 因為 我們也玩得完 但是我們聊天 也可以聊天 聊天的話題 所以 是一個 我覺得我不會悶的一個人 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可以互相 互相 令到大家 我們可以互補我們 大家不足的地方 還有 可以 因為我們兩個都很耗性 可以令到大家 更 做得更好 這樣 就可以幫到我們在這個荒島 生存得更久 而且 他也不太瘦 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 起上來 他的大腿也應該可以生存到 一段時間 欣宜 有網民立刻問你 他說 你一天吃多少餐 我一天吃多少餐 其實我一天不是真的吃很多餐 我一天吃三餐 早五晚 還有有人問你 男朋友要有什麼條件 男朋友要有什麼條件 我呢 就真的沒有什麼條件 最重要是相處得到 他要分別 還有 語言溝通得到 原來也有很多條件 因為我覺得溝通是很重要 還有我覺得 我其中一個 我覺得我最吸引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的幽默 如果他也不明白我說的笑話 那 我會很開心 嗯 下一條問題 說一個笑話 或介紹一部你願意喜歡的電影 我當然選說一個笑話 IQ題 那我就問問大家 魚蛋粉裡面有魚蛋 麥魚粉 麥魚蛋粉裡面有麥魚蛋 那有什麼粉裡面 是有雪糕的呢 是不是很多朋友 猜涼粉呢 錯了 因為涼粉 要是涼粉冰 才會有雪糕 在裡面 所以涼粉是錯的 有什麼粉 是有雪糕的呢 好了我開鼓了 是7粉 哈哈哈哈 有人答對 真的嗎 真的很厲害 而且其實答對 也不是一個驚喜 因為我常常說這個 我只是一個笑話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我送一個給你 有什麼毛是最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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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有沒有人猜中 我們讀一下 我們讀一下 一些 猶毛 對! NOMO啊! 好厲害啊! 又是這個人答對 又是A 你是不是在網路搜尋答案出來 你有沒有搞錯啊 他每個人都懂的 有什麼問題啊 他想問你覺得你自己煮東西吃好一點 還是你媽媽煮的東西好吃 當然我媽媽煮的東西好吃一點 不用問 因為我只懂得做甜品 我媽媽是真的懂得煮東西 她做這個 油爆蝦 還有 她做這個 楊蟹蓋 即是焗楊蟹蓋 還有 她做 蒸水蛋 是很好吃的 是好吃的 不得了了不得 而我就是 一點都遺傳不到 她這個 煮東西的天分 有人問你 曲奇餅店什麼時候開分店 曲奇餅店 對 我今天很難推銷 在我面前 有一些 很漂亮的曲奇啊 這麼立體 是什麼 就是我自家品牌 叫做 Homie cookies 我們現在 有一個 pop-up counter 在這個 尖叉咀的間墓 裡面 我們 接下來 會在 新界區 和 港島區 都會發展 希望 在 這一年裡面 可以發生到 好 可以繼續 好 我繼續從 L mystery box 裡面 去抽問題 你覺得 跟情人 分手後 還可以做朋友嗎 其實可以的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 要跟分手之後 的時間 要先夾一段時間 這一段時間 可能是半年 可能是 三年 可能是 十年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 跟那個人 要沒有 男女之間的 那些 戀情在裡面 才可以做到 朋友 那我現在 的確 也有跟我 兩個 ex 是朋友 是的 但是中間 有一個是 隔了 八年 才再聊天 對 好 再抄了 平時會跟朋友 去哪裏 消 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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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樂呢 即是玩 是玩 我平時和朋友 都是在我家裡玩的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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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 3D 對 還有 我很怕熱的 我一定要有冷氣的地方 才可以 那玩些什麼 玩些什麼 很無聊 聊天 玩 玩 啪牌 即是玩 蓋棉胎 那些都可以 玩 都挺瘋的 我很喜歡 我家裡有一部 很Retro的 N64 那 就會玩 MarioCard Smash Brothers 那些 大家有沒有問題 有啊 有啊 他們問你 為什麼叫 HOME ME COOKIES 為什麼叫 HOME ME COOKIES 不如我解釋給大家聽 HOME ME COOKIES 叫做 HOME ME COOKIES 為什麼呢 因為廣東話 好吃 和HOME ME HOME ME COOKIES 好吃的Cookie 哈哈 而且因為 HOME ME 在英文 是 俗語一點的說法 就是 Yo 我的兄弟 或者朋友 死黨 那樣的 那另外一個方法 去形容 就是 HOME ME 是一個 很家裡的一種感覺 那所以其實我們的品牌呢 都是 故意不會 不會 摺小花 那種的Cookie 來的 因為都是想給一個 很Chill 很 很 很 HOME MADE的一種感覺 給大家 但是他們有問呢 你除了做Cookie之後 會做其他甜品 其實會的 我很喜歡做 任何甜品都喜歡做的 但是 做生意來說 就是 Focus 一樣東西先 其實 也有計劃 希望有一天 可以開到 HOME ME CAFE 那到時 在cafe裡面 就可以試完 各種不同的 欣依Kitchen 的 甜品 好了 最後一條 有魔人問你 什麼時候會開演唱會 什麼時候會開演唱會 所以 希望在今年年尾之前 可以開演唱會 你們會不會來看的 是做妹的 好啦 那今天在LHK的Facebook 的Live 時間差不多了 我要跟大家說 快吧 快吧